確是臺灣的最後一堂 代表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面對高雄觀眾我們非常的抱歉 因為我們也很少到高雄來演 去年又來演一個綜藝堂 那麼我一直覺得舞台劇場是非常蠻經營的 而且我們是一個私人劇團 當然政府也不足 但是我們的理想也太高了 我們從傳統出生之後 總覺得一個戲劇要 不管是舞台的畫面還是服裝 還是布景道具 還是劇本還是音樂 在在的都是到一個大劇場裡面來 都是要花很多很多的錢才可以上學 那更重要的是我們的表演藝術 我覺得我從傳統出生 我們中國就是一個寫詩的地方 我們中國人從小就開始讀詩 那麼這樣子的觀念可以做結合 所以我覺得你看維吾營蓋得這麼漂亮 劇場一個接一個的 這麼現代 如果有更好的表演進來 我當然覺得這是我們觀眾的幸福 表演最大的意義 其實是告訴這個城市 他們對文明的看法 因為集中在這麼漂亮的殿堂裡面 通通都是要各方面的人才進來 呈現一個完整的戲劇 因為它不是路邊的 只是我也是一個演員 我只要演一演就結束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來演出 雖然也在此是一個風箱演出 但是我也告訴大家 其實我是一出一出的來風箱 就是我也做了很多的戲 我的劇團成立了三十四年了 那麼這些戲只要很 我自己覺得很滿意的戲 我今年也許只能演一個 我明年演兩個 那都是不同的戲 那我就一出一出的告訴我自己 我知道我的身體沒有辦法 再像一個全能的演員 去摔打跌撲長年做大 所以只好一出一出的把它封掉 但是我更希望藉著這個風箱 能夠帶給觀眾更多的 進劇場的那種踴躍的心靈 來支持下一代的演員 他們不斷的走我們這樣子的路 雖然很艱辛 但是你看國家為什麼要蓋 這麼漂亮的劇場 其實就知道這個藝術是非常非常珍貴 它是非常困難達到的 那我只覺得我把我的歲月已經奉獻了